- 赢家看趋势,输家看涨跌,大家好我是陈峰,欢迎收看台股战略家 航运股呢,我个人猜测将会是接下来一季每一天财经新闻的一个重点 那为什么会造就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待会我们会来说明,顺便讲一下航运股到底何时止跌 因为毕竟它的一个市值足以撼动台北股市 这个部分呢,我们会讲一下,再来盘面的结构轮动 有没有出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良性轮动 这块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最后再把战略家的一个股票呢 在今天这节目呢,再做一个顺过一遍 来看看到底有没有一个大的状况出现呢 首先,昨天的一个,应该前天的一个降准呢 我想对于上阵,深圳,恒生都是一个好的一个表现 那当然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一块 对岸的一个状况不能够太糟 因为经济都是联动的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定向降准 这是好事 哦,这是好事 所以,把状况呢 我们直接快速的就拉回到台北股市 稳盘的角色 我想这两档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出力 一个失利点 那尤其是我们先前所提到的环球金 6488的环球金呢 这可以说是上跪 上跪指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全值股 那今天呢,当然受到航运的影响 所有的股票几乎都是开高走低 或者是开小低呢,再继续走低 那当然有基本面的小跌 没有基本面的,甚至是筹码太过于混乱的 直接就跌停了 那环球金这样的一个走势呢 我个人认为算是中规中矩 并没有筹码换散的一个状况 所以环球金他就是一个稳盘的角色 这是在贵的部分 那当然我先前也跟大家讲了 3105的稳帽呢 还是在横盘整理 那当然表态的部分呢 我想后续他会接续上 那既然上跪有这两大拳王 来到小庭 那请一下 那接下来 尤其是今天 我想台积电呢 会不会又被人家称为是垃圾盘 我想垃圾盘是有点难听 毕竟台北股市没有台积电 成不了气候 我想讲这一句话呢 大家并不会反对 台湾的出口绝对不可能靠航运 来撑起台湾的GDP 这个是很清楚的 所以台积电我想过去 从6月21号 我想那位分析师呢 出具的降频 甚至是把台积电的一个目标价呢 往下调的很低 当时陈锋告诉大家 他的一些切入点呢 我觉得没有讲得很清楚 可能是疑虑 但没有讲清楚 尤其是这个5奈米的成本上升 我想各位可以去看我6月23的一个节目 因为过去也发生 你不可能因为这一次5奈米的成本上升 你就降频 这第一点 第二点 那艾斯摩尔与台积电在过去2000年开始就密切的合作 甚至是2004年开发出第一台159奈米的所谓的一个失势的一个干科机 这种情谊 在机器尤其是资本支出呢 变相的一个调高 你可以说是机器涨价造成资本支出变相提高 轻蚀掉所谓的后续的一个毛利率 可是你并没有告诉我们说 那这两家这么紧密的一个合作的一个伙伴 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对于机器没有溢价的那个能力 没有说得很清楚吗 最后我告诉大家 很多人会认为台积电 它是一个所谓一个跟着大盘的一个 当然它还是跟着大盘 因为毕竟它的全职股 它的占的全职是很重的 可是各位你别忘了 台积电有可能是一档高度成长 的一个股票 只是现在外资还没有感受到这样的 这一块的一个潜在的一个业绩 尤其是在机器学习这一块 后续是很惊人的 900多亿快要将近1000亿美元的一个市场 这个如果正确的把估值估算进去 台积电今天的拉台会是一个 会是一个垃圾盘吗 各位我们再来看一下台积电今天会是一个垃圾盘吗 已经把 各位没看到 已经把 6月21号这个跳空缺口 各位没看到滑鼠的指标 这个缺口 说得出败的 说得说这个台积电好像 没法度啊 没法度啊 结果 今天回补了这个缺口了没有 几乎是快要回补这个缺口了 各位 已经快要回补这个缺口了 所以它不是 它不是单纯的就是说 我今天只是为了稳住我的盘式 让 待会我们会提到的航运股 来做一个拉A出B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 台积电的部分能不能再继续 我个人认为 后续的一个状况呢 还是比较明朗的 毕竟今天有一个 量大的一个表态吗 有一个量大的表态 我想 手码分析 结合盘后的一个分析 再来看看 今天这个盘是拉真的 还是只是单纯 我刚刚说的那个状况 不过我想 台积电绝对是好公司 这个无庸置疑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 成交量6563亿 就是 有 拉A 然后 来做B的部分 来做一个调节 所以我个人认为是有换房 所以先前我对大盘的定调都在于什么 都在于以盘带跌 以盘带跌 那量大小掌 我个人认为还是觉得换房 还是换房 所以这就是我告诉大家 结构上的一个转换 过去都在1 全部都绕在1 当然我不是说转换成2的时候 1就不行 不是这种二分法 而是说它是一个轮动 也就是今天涨1 2就休息 换1的时候呢 换1在涨的时候呢 换2就休息 这是一种轮动 但我比较觉得 这样的一个信心更够的是 过去在积木这一块跌跌了 积木下方呢 都是重量级的一个电子股 过去都在涨1 所以拉动了台北股市的一个加权指数 可是2的部分 各位 下面这些呢 有点虚 都没有涨 都没有涨 甚至是涨了之后休息一段时间 然后再寻求突破 可是今天的台积电 或者是环球晶呢 都陆续的表态 代表2这个底座呢 很稳固 那乘风就会比较放心 所以这个是这样看的 大盘的状况是这样看的 所以我没有去看那个 加权指数的一个点位 这些点位我没有 我也不用 因为太多人针对点位呢 不要跌破哪里 这边是空方防守点 或者是多方防守点 很多专家都有针对点位呢 去做一个分享 与他们的一个建议 我只是来告诉大家 结构资金的一个轮动呢 目前来说是正常的 那虽然正常 航运的部分呢 航运的部分 即便乘风看好 我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这边是 这边是一个相对的一个顶 要玩 非常困难 那我个人认为呢 航运 航运 重点是在清洗一块的筹码 投信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些股票都是由融资推上去的 我在去年就已经告诉大家 这些融资 不是 不是一般投资人的融资 而是所谓的聪明的融资 那融资推上去呢 各位可以看到 目前的融资维持率 以阳明来说 在234.5呢 当时的一个融资维持率呢 都在100 快要将近60几 70几 这附近 所以今天 阳明的跌停 势必让维持率呢 再一次的 往 160以下来做一个所谓的一个下探 那 一定要138 我个人认为一定要断头 才有办法让阳明的一个融资卖压呢 能够能够止住 继续呢 有一个回弹波的一个状况出现 所以这是一个筹码战 各位 所以我一再强调 大家不要去做一个追加 尤其是航运 真的看多 也必须要在最恐慌的时候呢 出手 那最恐慌 是不是今天 我个人认为还没有到 还没有到 还差那么一咪咪 所以这一两天呢 我个人认为航运股 你如果已经上车了 你得要再忍耐一下 但如果你是空手 千万不要在今天 当然今天已经盘后了 也千万不要在明天 随意的来做一个承接 毕竟 卖压什么时候会停止 我个人认为 虽然是这里办 但详细的天数 还是要再揣摩一下 再看一下 所以今天资金的轮动呢 从一 终于又慢慢转到二 也就是台积电 跟相关的一些 大型的一些电子股呢 还有包括我们的贵王 也都有一些表现了 所以 整体来说呢 都还是受到说话的影响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些股票 不管是外资把持的也好 不管是内资把持的也好 就是会出现 有时候破线之后呢 隔一天 就再一次的一个收复 可是我常常告诉大家 大环境 大环境有没有变 一样 一样油价都在涨 油价过去呢 成功在说的时候 到近期 近几天为止 还涨 然后小小的修正 小跌之后呢 继继续的往上推 这个大环境对于说话 是不是好事 绝对是好事 对于在做这些化学 只要跟原料 原料只要是石油 用到石油 制造的化学的一个用品 的这些公司 都是好事 我们举例 CPL 几内西安 讲到非常非常多次了 我相信长期看 陈锋的节目的 都知道 BASF 巴斯夫呢 是德国的一家 最大的 应该是全球最大的 几内西安的制造商 各位看到 这是德国挂牌 法兰克福挂牌的 那 他的一个股价呢 当然从四十几块呢 已经来到68 走势呢 跟团队的中实化 稍微有点相似 稍微有点相似 但整体来说 目前这里来讲 就是多头 就是多头 那我们看 同样都是在做 CPL的厂商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股价 是这样走的 包括 第二名 DSM 帝斯曼 他就是荷兰的一个 所谓荷兰的一个厂商 在亥尔兰 当然这个地名呢 靠近了德国的 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东北方 更正西北方 在靠近德国西北方呢 也算是 化学厂的一个大厂 当然他的一个营收呢 相对 巴斯夫就比较小一点 各位你可以看到 他也是呈现近一年了 当然是多头的一个格局 为什么拿这两档告诉大家 有时候 我们面对行情 面对呢 K线的一个震荡 尤其是被航运 所拖累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聚焦在自己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库存 这是正常的 可是我告诉大家 大环境没有变 就如同先前我告诉大家的 不管是航运面板都好 大环境没有变 震荡是难免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中实化 1314中实化 各位没看到一件 非常蛮有趣的一个事情 这一点 这一点 在6月21的时候呢 破线 黄色线这是季线 破了季线 今天 也是破了一个季线 可是破完季线呢 关键就在于隔天 关键在隔天 那当然 很多投资朋友说 孙老师 你怎么没有在这里 来做一个卖出 这一个大量 70万张的大量的高点 我想告诉大家 陈锋对于中实化 应该说对于 CPL 或者是AN的这个产业呢 我个人认为 需求 如果没有大幅度的一个衰退 油价能够继续支撑 这两项化学产品的一个报价呢 中实化的一个行情 不会是在13块多 这附近 再加上8月份呢 会有意外的业外收入来进注 当然这是卖土地 卖中实化在高雄港的一个土地 不多 不多 不是说我把主产全部都卖了 所以这业外的一个收益 再灌进来 另外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在这里买进之后呢 看的是三个月之后的 中国石油化学 1314 我们看的是三个月过后 所以这个多头的架构 目前有没有被破坏掉 以旧技术面 以旧均线理论 当然破了生命线 可是别忘了 6月21号的时候 已经有破了一次了 但如果 把均线拿掉 各位 越不能破的他越给你跌破 当然量能会不会出来 会 很多看均线的他会说 破了生命线就走 可是陈锋在看的时候 除了大环境 当然 整体的多方架构呢 还是在于 第一点呢 不破前波6月21号 的低点 那高点呢 有过了这个前高 所以目前 目前现阶段 只要航运 这个部分呢稍微止稳 这两天止稳 硕化股 更认为 现在 还没有到达结束的时候 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 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 所以我一直一直在强调 过去的经验虽然不是绝对 各位 但绝对是有足够的一个参考价值 因为他走的就是什么 走的就是一个波段 走的就是一个 中长期的一个投资 所以过去中时化在2016年的5月 到2018年的10月 对应下来是不是就是他们的一个营收 的一个状况 这是下面的营收年增率 这是中时化的 而中时化的一个所谓的股价呢 也在这一个这一段期间呢 表现的 也是非常不错 所以我想在这边呢 投资朋友可能会有点怕怕的 有点担心 神风小的 毕竟跌破 季限 甚至是呢 投资朋友没有在 16块 或者是15块呢 卖掉一半 在这里觉得难免会觉得 嗯 有点 不太舒服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但是陈凤已经告诉大家 这张股票 我们做的是一个波段 所以才会在 5月17号 这么危急 这么紧急 这么令人害怕的时候呢 来做一个买进 以现在来看 目前都还是处于获利当中 当然这个波段呢 抱上去我想 获利绝对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 原油市场 有没有出现 大崩跌 目前现阶段 还没有 所以极跌 还涨的一个架构呢 并没有被破坏吗 没有被破坏吗 那既然没有被破坏 几内西安呢 都还是有 持续的上涨 当然最近有点小小的修正 各位 上涨 修正 正常的事情 上涨修正 绝对都是正常的事情 ARN的市场 也是持续 也是持续 呈现了一个上涨的态势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又有业绩 又有业绩 不是说没有业绩 很多投资朋友 在失去信心的时候 或者是说 在买进任何一档股票的时候 要看的 要看的 当然 我个人认为基本面绝对是要看的 绝对是要看的 所以176%年增率 这种公司 很少了 而且 它是市值相当大的一个公司 能够有这样的成长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长 这是趋势 这不是昙花一现 而且是连续 1月2月 尤其是要进入到 4月5月6月的时候呢 它的营收更是 呈现 年增率100%以上在成长 这是非常不得了的 这是非常不得了 所以我们在6月2号的时候加码一次 虽然现在小小 跌破了 稍微有点跌破了 我们加码的一个价位 但 以 今天的一个状况 除了说到航运的影响之外呢 丑马老师会针对 硕化的部分呢 的丑马 再进行来做个研究 会把相关的讯息呢 发到各位 战略家的会员的一个手里 我想 对于这样的判断呢 投资朋友 以目前现金万值 千万都不要太紧张 都不要太紧张 所以你看 为什么坚持好的股票 坚持 营收 要有的 要有的 一家公司70% 也是不容易 而且 更何况他是底部 不是底部的 说实在的 涨上去 都很有可能被收割 这个涨上去 这个 一个波段的 我个人认为都是要40% 没有在涨3%在收割的啦 涨3%在收割的 没有这种道理 而且这种收割 有时候还要看喔 有时候是短线上的一个调节 不是说我大取的出货 然后告诉你 结束了 没有 这中间还是需要会分辨的 所以你看我们科学战警 今天呢 我告诉大家128.5要先来挑战 今天 当然盘式的关系 有差点要摸到 可是相对来说 今天最高来到127 还是有挺住 当然这个卖压呢 还是有的 总成交量 我个人认为 稍微量有缩下来 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表现 但我们还是后续要follow一下科学战警呢 在接下来 这个走势 盘这么差 投资朋友 你要的 真的是 把心 静下来 因为过去呢 航运累积太多太多 尤其是买在 190几 以阳明来说买在200 21220的太多了 太多了甚至下跌 下跌量放大 还有人会找买一点 甚至今天我相信 很多投资朋友 都还是买在跌停 买在跌停 何等的勇气 真的是何等的勇气 我觉得 既然一档股票呢 会有跌停 的一个演出 很显然 供给绝对是大于需求 那以这样的状况 我想都是需要查明状况之后呢 有回升到一个关键的一个 价位区间 再来做一个买进 都不会太慢 都不要急躁 更何况现在是 18000点的 台北股市 纵使 以盘 带跌 我想这些主流股 这些已经 这么多大户都 获利了 他势必要把资金 抽出来 再换 相对比较低位阶的 或者是状况比较好的 一些 一些股票 所以千万在这时候呢 都不要轻易的 来做接刀的一个动作 如果在这边呢 陈锋 还是要提醒 看 战略家的一个 影片的投资朋友们 一定要 记住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 你现阶段呢 你对于 对于 盘事的一个状况 除了 看 陈锋的节目 那当然 近期陈锋呢 对于 由于 一些盘事上呢 必须要研判 TG呢 稍微 少发文了一点 不过 我想 大方向 就在 战略家节目 都还是能够让 投资朋友 来了解 陈锋 对于盘事的一个 判断 跟后续 需要注意 什么样的一个 类股 我想这边也都讲得很清楚 喜欢投资朋友 赶快加入我的LINE 跟Telegram 这些东西 这些资讯呢 你都能够及时的 吸收得到 今天节目 因为时间关系呢 就到此为止 明天下午同一时间 台股战略家 我们再会 拜拜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